怎么样去实现人权 条条道路通罗马 也就是说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一个统一 人权标准是有它的普遍性的 但是实现的方式方法对于人权的理解是有差异的 那么这里的差异主要还是根据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 有它特定的历史和文化 经济各方面的条件 历史的来看就是整个国际社会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倾听的还不够 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还不足 那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现在离不开 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努力 我们中国和拉美国家 包括最大的南美洲国家巴西 那么经济上都是欣欣向荣的 虽然说我们也面临挑战 但是就是通过创新 通过各种努力 那么正在取得新的成就 那么这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趋势 新的特征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社会进步 可持续发展 都得到了很大的促进 说到底呢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这样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实现人权 那么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人权道路的一个基本特点 那么就是重视发展权 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 那么促进人的发展 那么促进人权的实现 那么促进人权道路的一个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